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加油喜事頻道 今期的節目我Tiger就會和各位觀眾朋友來體驗 我們這個500元的收樓研樓服務 我們這裡都收到我們業主朋友兩套單位的一個收樓委託 今天我們就開始整一個流程 希望整個流程清晰清楚 亦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可以支持我們這條影片 首先我們這一開始 我們就會和業主先收齊資料 然後我們就會通過以上的表格 首先我們會叫業主這邊提供所有資料 我們現在基本上的資料已經收集完了 我們就會去到我們的物業管理處這邊 跟他們這邊登記資料 準備開始我們的驗樓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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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是我們這個物業管理署出來 我們把所有的資料都遞交都已經是合格的了 現在我們就開始收樓環節 以及跟我們的收樓師傅做一個會合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其實不是所有單位都是以委託書方式 海雅這個集團作為我們南投的重點企業來說 這邊是比較方便的 就是直接業主寫回這個委託書就可以收樓了 無需做公正委託 再包括做後面的流程 例如煤氣燈之類的 其實都應該是不需要用到我們的公正書 所以相對是方便的 我們現在就跟我們的收樓師傅都集合了 我們一於上樓開始收我們今天的第一套單位 都入到我們這套單位了 這套單位就會是我們這個86平米的一個單位 即是我們84個戶型的一個大橫廳的單位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是移動的位置 其實看出去因為中間有一個平台位置 所以是相當之開闊的 還有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套單位 簡單看一看 看到它裡面的衛生是做得非常之好 首先是因為它的質量好 還有門窗一染實 基本上沒有什麼灰塵進來 還有海雅會定時上來清治這些房間的衛生 因為它這裡平時一直有空在這裡 那對傢伙也不好 這個都屬於海雅的一個責任 那今天我們的收樓團隊 就會由我們兩名加油喜事的收樓專業收樓師 以及海雅這邊的收樓人員 以及我們加油喜事的紀錄員進行 那鏡頭就沒有給我了 我們一於開始今天的收樓動作 看看影片 在下廣告 翻置 做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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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師傅現在把所有的場面都已經檢查了一次 可以看到貼得密密麻麻 貼了很多 是叫做細緻地看了 然後我們大致地講一講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師傅在做的工作 就是我們在測試水和電和網線網絡之類的 現在都是逐個逐個開關 之後每一個都可以去拆一下水一下 是 每一個都會去試 每一個都會試 其實就是要極致一點 因為收留這件事是比較細緻的 一遇到問題或是當時沒有處理到 到時候後期追溯就會比較麻煩 這個都是我們預用的收留師 他們是比較專業和比較細緻 我們都相當欣賞它的細緻 然後我們再看看主人房 這裡的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些脫皮 這裡應該是外面浸水下來 看得到的 但看得到整個整體來說 它的壓質量都算我個人覺得 暫時肉眼看還算不錯 師傅 現在大致收到這樣 你覺得怎樣 整個質量來說 大致都是有部分的小問題 都是小瑕疵 不過都是可以處理的 都是可以處理的 OK 現在我們整間屋的驗收 都叫做已經是完成了 細緻地完成 我們大致地說一說 我身邊這位就是我們預用的收留師 蔡公 蔡公今天我們檢查到多少小項呢 大各位 都有很多個項 包括門、門窗、場面 包括水電 和場地磚的一個空鼓 還有頂棒工程 都是有檢查的 幾乎是整個都看光了 是看光了 看到貼了很多 我們這些筆記錶 都是比較小的 包括很多重複 好像這些油漆 其實需要重新補漆 就是例如這些 其實就是少少的 當時可能是搬家師時撞傷的 但是真的有人 因為我們這次要求 都是叫做 每一套單位 都是要用最極致和最細緻的方式做 所以見到只要有些 是骯髒的 或者是有些 我們瑕疵的 都已經是射了 都是會貼上去的 整個整體這間屋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各位觀眾朋友 去講一講 或者介紹一下 講幾個重點的問題 主要是頂板 這邊開發箱之前 這些板子的子宮螺絲 是沒有上過油漆的 防瘦漆 所以導致後期所有的螺絲 都生瘦了 這個就是少了工序 一般我們上木紋的 這個鱷絲的時候 它應該要上一個 紅色的防瘦漆 或者黑色的 再上去 因為現在看得到 它反了這些印出來 是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普遍的 幾乎整條鱗 多多少少都看得到 有多成的 可以工藝少了一步 是 這個會不會影響結構安全 或者是日後怎樣 這個不會的 這個上面只是一個板 影響觀感 到時候都是油漆工 重新掃回來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廚房這邊 都是有部份的 一個長磚的一個空骨 這個都是可以去正蓋處理的 是 開發商都一直這樣說 其實蔡光 你站在我們第三方角度 你作為一個專業業樓師 你覺得我們這套單位 你個人評價如何呢 這裡可以打到80分以上 都有80分以上 80分算高還是算低 算高的了 因為比較多的都是一些細緻的問題 有些葉轉可以不介意 基本上是沒有看到它 就算是看不到的 是 輕微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亮點 是你個人覺得比較好的 例如隔音玻璃 剛才我試了一下 其實隔音這些方面 都是用料十分紮實的 這邊的玻璃都是用到雙層的玻璃 這邊的隔音和防襯都是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關門窗後 其實聽不到外面有什麼聲音 就是比較安靜 剛才我自己也試了一下 但沒有帶什麼分貝的儀礁 但現在其實都可以感覺到 外面大裝的 但裡面幾乎聽不到什麼聲音 那我們繼續逛逛一間屋 OK 其實外面這個 露台的放水這些有沒有問題 露台剛才我們都是試口水的 沒有什麼問題 就不會說是哪裡有積水的 不會 這裏的露台都是比較闊 比較長的 嗯 這個酒水一般放得比較大 酒水沒有問題 還有地樓口都是試過的 OK 好 廳和我們廚房和露台位置 基本上沒有什麼 還有廁所 坡道都是沒有問題 放水都試過 放水都是試過 主要都是一些小問題 是一個插邊 重新調整的 好 我看到這裡打了幾個叉 這些打叉叉的是不是叫做空骨 是打叉叉的是一個長轉的空骨 OK 通常是有明顯的 對 一二三三塊 嗯 OK 好了 我們再走進去其他房間 哇這間房都貼得很厲害 主要都是一些比較小的問題 同樣那個吊頂 還有有部分的一個小面積的開裂 是 其實這套樓叫做 20年都說要收樓了 隔了一間屋一兩年 都沒有入住 其實都可能會出現這些問題 會不會呢 會 那他時間久了 包括有些位置的開裂 和氣候也有問題 所以屋就原來住有人氣 這間屋的寶寶會英俊很多 其實好像這個單位 如果當時我們家有氣市 有早點來幫忙去做 這個我們的代收代驗樓 或者是代托管理業務 那這間屋你想一下 其實現在就計物業管理費 兩年多時間下來 其實都萬多元 然後好不如真的托管出去 可能一收到手都幾大萬在這 是的 這間房間其實 都是天花會比較明顯 是 因為他同一都是無常測 嗯嗯 主要我們這次來到 就上來發現 這個位置 這個是什麼呢 一般都是外牆 外牆滲水 還有這一邊都是外窗 就是他在外面滲水走下來 搞到這裡漲了出來 這個一般情況就是一個外牆 一個沒有打膠打不好 窗框的一個膠有縫去走水 即是裝我們的鋁合金的時候 膠沒有打好 導致小的洞口就流水下來 包括他的踢腳線已經是有些變形 OK 踢腳線都變形了 這個稍後就會出一份 我們一個專業的 我們整個收樓報告 給到我們業主朋友 我們這個500元的收樓 就第一套單位 就已經叫做收樓 其實都已經是達到80分左右的高分 證明了整個海雅的品質是不錯的 那我們一於看完我們第二套單位 搞定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第二套的收樓 我們這個物業的小姐姐 就現在在幫這套單位開著水電 那這一套單位的觀景又不同了 那我們現在一於先開始我們的收樓工作 我們整個驗樓流程 我們可以看到 從我們驗樓的最初驗 我們都會把它削回出 等待的水電煤驗完,我們都會取消歐 可以見到整個流程十分整備 而我們家有喜事的500元套餐服務 是會含蓋所有內容 包括拿到鎖匙和幫忙托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套單位 我這個業主買了兩套,是接近80方的單位 一套單位保底每個月是2000元 2019年買的樓,20年開始收樓 一直沒有做這個托管 可以計算的,一個月是2000-2500元左右 左右的收入,兩套就接近5000元 相當於這兩年的時間 這個業主朋友已經跌了12萬 還要加上兩年的物業管理費 兩套單位計算起來,其實都有整齊的 所以如果我手上有這些單位 盡快聯繫我們家有喜事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套單位 看看我們三套單位 其實見到整個整體成色 好像會比二套好一點 會比我們上一套好很多 因為它好像有很多小問題 看到這裡就沒有出現到 OK,那不如張光 你也跟各位觀眾朋友講解一下 我們現在收樓遇到的問題 還有平時有什麼問題需要注意 好嗎 好,那一套門這邊 我們剛才看過整個情況 主要是門線和門框有些破損 這個後期需要重新補一下7 就可以了 強弱電箱在這個位置 強弱電箱的弱電箱 在這個線路的插座 裡面它的地線缺失了 這個是需要重新駁回地線上去的 就是它本身是三條線的 是,火靈地 對 強電箱在這個線路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看回我們的錘房這邊 好 錘房這邊就是入門的石材 它比較多的裂紋 這些裂紋是需要重新修補的 因為它怕這些石材會滲透 有些滲透的直向 一般的處理方法 一般就是整個都換了它 但是這個要看開發箱怎樣製造 對,最好都是整個換口 好,那我們給個煙機開發箱 煙機這邊我們試過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正常的 其實它很多都是運輸材料的時候 撞到的品角、結角之類的問題 但都是影響美觀的 這個應該倒一倒一倒 然後龍頭這邊是有點鬆動的 這麼鬆的 對這個 是因為落面裝太實 還是怎樣 沒有固定 這裡要固定 還在固定 去水方面有沒有試過呢 去水這裡試過了 沒有問題的 怕水都是正常的 沒有漏水 都是很乾爽 看到裡面 窗這邊是少開口的出水口 這裡是窗框需要開出水口可以排水 目前這邊的窗是沒有開的 這個後期需要重新補開 這是女材材料的缺失 對 旁邊有一塊長鐘的空庫 這間廚房就只有這一個位 對 這塊比較清脆 好 看看我們的餐客廳 其實都很穩陣 餐客廳主要是吊頂 那些拼駁為一個開裂 不同材料的拼駁 就會有不同的熱象冷宿不同 所以就用拉角 接著跟窗連盒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問題 OK 拉門這邊就想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有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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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看我們的露台 是不夠的 是這個反坑的 下面的地方是積水 看得到這裏是真的有些積水 就是完全不會說 你腳一掃 看得到還有很多水花 是 這個問題我們都是登記 轉交給開發商那邊 看看店整改處理 是 是 這裏要加一個重點符號 是 畫個星給他 沒錯 那我們看回我們的房間廁所 其實記得關注我們家裡的喜事 因為我們除了我們的賣樓 其實我們收樓和其他配套都很齊全的 是 那廁所這邊主要都是有幾塊的一個長磚的空骨 都是需要重新去整改的 跟著洗澡房這邊房門的一個膠 它打得不是很密室 旁邊可以看到它已經是有些漏水的了 哦 這裏 看得到 這裏是有水漬的 是有水漬的 去打膠 OK 它這兩邊同樣都是 這邊都是有點漏水的 打膠師傅這個手工差了一點點 嗯 其他就是一個頂板 同樣都是一個開裂的 有一個小面積的一個開裂 嗯 那廁所這邊的窗就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多的都是拼角位或者窗邊位的一個問題 是 然後看看我們的房間 是 同樣 小套房 這邊都是發現一個踢腳線的一個瘦潮 是 已經是變形了 還有窗台 哦 一樣都是叫做和上一套一樣 就是旁邊的打膠沒有打好 流水漏下來 都是要看看外場的一個情況 OK 其他都是一些小問題 很細的 細微的問題 由漏面 重新補回漏面 那裏有些場面的一個由漏面的開裂 好 接著這間房的一個窗 外面的推拉 還有密封性 包括一個打膠位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就判斷是一個外場開裂 判斷為就是外場開裂造成的 嗯 OK 那主人房這邊 同樣都是吊頂的一些位置 比較多一個拼搏位的一個開裂 還有長身窗台 旁邊 那這邊就沒有那個水印 沒有滲水的痕跡 就是這邊的場面 看到整個是比較完整一點 就不會有什麼瑕疵部分 那主要都是一些護欄 還有窗台 都是需要重新打磨 重新打磨一下 是的 還有這裡就有些 這個不是摺材料 其實 好 那基本上就要看光了 是 房間的一個插座和空調插座 包括廁所的水路都是試過了 沒有問題 主要是那個弱電箱的一個地線少了 其他線路都是正常 包括一個空調我們現場都是開機試過了 目前的一個空調的結管都是正常的 運作都是正常的 沒有漏水 其實我們整套單位來說 其實看見問題都是不少的 整體評分來說 你覺得這套單位可以打到多少分 這套可以打到90分以上 但是就是露台問題 大一點 對露台要需要更進 今天就叫做整兩套單位 都已經是展示完給各位觀眾給我看 這邊都辛苦了張公你這些 其實張公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收樓厭樓的小貼士 或者平時有什麼問題要處理 例如說現在我們有這麼多問題 是不是全部我們寫在我們收樓的一覽表裡面 交到給開發商 這樣就會處理 這個後期都是需要業主 還有我們這邊可以多跟進這個問題 多跟進 因為有些部分的問題 開發商處理是分了很多個部門 有工程部 還有物業 這個都是問題的一個對折 它中間會有些 脫漏或者會拖到時間長 因為其實有遇到很多業主 其實我們都收了很多單位 就是有時有些單位 開發商就叫做一兩個星期 已經搞定 而如果有一些開發商 哪怕是真的叫做央企 都好 它會搞很長久 是 這個都是主要看地產這邊 看對折 對折的人 和方面 跟進 OK 記得應住我們家有喜事 我們家有喜事 會提供最極致和最好的一個服務 保證跟進到位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家有喜事頻道 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賣 暗賣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影片了